把这个撩汁浇在上面哈 看一下这个张灯结彩就做好了 太漂亮了啊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哎 过完年代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啊 今天慧慧给大家分享的是啥啊 今天分享的是年夜饭的第一道菜 张灯结彩 它的寓意特别好 寓意呢 是大红灯冷高高挂 欢天喜悲过大年 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两个茄子 去脱去尾之后呢 给它对半切开 在茄子下面呢 放上两根筷子 给它切成夹刀片 在第八刀给它切断 看一下 像这样就行了哈 这样就有那个形状了 是吧 嗯 这是提前多好的肉馅哈 放点葱姜 放点盐 来点胡椒粉 不喜欢吃味精的 来点这个松鲜鲜 铁味的 来点这个生抽 少量的老抽上色 再倒上点香油 倒点花椒大料水 给它搅拌均匀了 把这个肉馅给它搅拌均匀了 像这样就行了 把这个肉馅哈 塞在这个里边 尽量给它塞的多一点 饱满一些 还好看 来看一下 这个馅还是最好放多一点 这样还饱满 还漂亮 来看一下 咱都做好了啊 在上锅给它蒸一下 放在这个蒸屉上 水开之后啊 蒸12分钟 咱再切一点这个胡萝卜丝 给它当这个灯笼的那个 准准 尽量给它切细一点哈 切的均匀一些 这样就行哈 细一下一定要做到位啊 对 时间到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哎呀 这个样子啊 加出来哈 把这个汤 直接给它倒入锅里 稍微再加点清水 来点生抽 调个味儿 少来点电纹水 给它勾个薄芡 把这个肉汁 熬成这样粘稠就行了哈 稠糊辣就行啊 这黄瓜呀 和胡萝卜 都给它切成这种状态的哈 然后给它放在中间 当这个灯笼结 这个胡萝卜用白糖给它腌了一间哈 这样还能摆造型 再取一做这个胡萝卜哈 当下边这个须须 灯笼准 把这个撩汁浇在上面哈 看一下这个张灯节菜就做好了 太漂亮了啊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太好了 就是有点舍不得吃啊 你看看 不知道我哪吓嘴是吧 哎呀 这太漂亮了 真的 太好看了啊 加一个吧 咬着吃就行 哎 这夹断也行 全是肉 是吧 嗯 怎么样 嗯 好吃 这个茄子一蒸的话 特别的软烂了 是吧 对 特别烂了 嗯 秦卑这个做法哈 突袭的时候啊 可以给家人们露一手了 既简单又好看 强烈推荐大家做一下啊 对吧 好看啊 再见